本期的方法有很多种 不断地跟周围的人交换想法 求同存异也是一种 节目组呢模拟了了一次 关于社交的社会调研 本期调查对象为浙江省的高校学生 覆盖大一到大四的群体 本期采样为采访人数500人 有效回收采访样本482分 我们的成员要通过分析 来做出最接近调研人群的选择 领解队需要派两人答题 三人受罚 杨迪对一人答题两人受罚 A B C D四个选项 答对的人积一分答错获得临水惩罚 获胜这一组可以获得1000式内币 这水多网了 不少 我给你讲不能躲 躲了要再补一桶 躲了要再 他一笑了 你还能坐得离得更远一点吗 这个小宝 这个小宝 不水呢 男人可忍不 来啊第一题 在男生眼里他会认为什么样的女生最不能忍受 第一个动不动就说分手 哎呀讨厌 好烦 这个讨厌 这个讨厌 这是讨厌啊 第二个 在同性面前和异性面前的反差比较大 其实这个挺过分的 这个还好 这个略过 比如说他在同性面前他吃的特别多 然后在异性面前他就不怎么吃 这个很可爱 这个很可爱 他可能这么理解是吧 那这也不适合 我就说男生吃这一套 所以不是B 3 经常生气不说明原因 这个其实B要得烦 你有事你就说事 对吧 大直男大直男大 下一个下一个 第四个选项心口不一 你们选的是 我觉得A 是A 选C吧 选C 我觉得是A A肯定不是 A肯定不是 我觉得是A A我觉得不像 这样这样我们投票 所以现在就是A和C有一些争议 投A的 投A的举手 好 这样这样好吗 我跟杨迪演一个小剧场 我们看谁最那什么好不好 看一下A和C 我们今天吃火锅好不好 吃火锅 吃火锅 你明知道我这几天上火 我还吃火锅 你不爱我 分手 分手 不是我吃 你不叫我 你不是喜欢 我都往前走了 你不叫我 分手 分手 其实这是一种撒娇的表现 太好了 又给你一次机会 还不叫我 分手 这个小剧场我不参加 这家其实都可以 我只想给你说一个 你男朋友要请你吃火锅 你就自己行动就行了 明白了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这也太讨厌了 来个C呢 来个C感情一下 来个C 哎 这家火锅特别好吃 我 咋的 没事 走来吃火锅吧 不是吃火锅 不是 来啦 坐 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 我觉得你是不是刚才 是不是刚才那个衣服 我说 真没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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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气什么样子 我知道 我没生气 我像生气的样子吗 你看我哪儿生气了 我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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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哪个 C还是A 我们A 我们A 我懂男生 因为这题是男生选的 那就A 我们选A了 我们呢 A A是吧 好 两队都选A也行吧 选A吗 都选A 真选A啊 还是不对吗 感觉不对 给你演一遍 还是不对 演一下要不要改 不改了 好 错了我直接就临了 准备 准备 3 2 1 解晓 恭喜大家 都对了 啊 选A 来来来来 还好没死你的 来来来来 诸葛先生 大家确实是A和C最多 A占据了42.24% C是38.36% 接近 所以AC纠结 好 因为女生太准了 接下来这道题 女生不可以说话 你们认为女生最讨厌收到什么样的微信的回复 A是O B是问号 C是所以呢 D是随便吧 A 我也觉得是O 我也觉得是A 我怎么觉得是B呢 就是B我觉得 说实际外 你饿了吗 更厚 A A 杨杨真的是理教不改啊 上把都已经错回了 这把还B啊 选A 选A 我们选D 我们选D 宝哥 选A 选A 随便 随便感觉像是情侣之间在聊天 但是O就是那种 没有情绪 敷衍得不知道 你就觉得想打死他 跟杨杨不能只发一个O 必须发Wa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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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你看前几项都还可以联系过程中 对吧 他最后一个就是随便吧 就是根本就不在乎你了 所以说我认为是D 各坚持一把好吗 别 D 你选择 选D 选D 我坚持一次 错了你就挺了点吧妹妹 随便 哇 我真是好大压力 准备 3 3 凹是对的 凹是对的吧 2 1 别够 别够 别动 牛蛤 我的牛蛤 快保护我的牛蛤 哎呀我就说选A 就是选 答案确实是O O是最多的 对 其实正好接近O是36.98% 随便吧是35.42% 然后只差一点 差不多 对 这个我感觉 这种调查不科学 不是科学的 对 宝哥你就不喜欢随便吧 对吧 我又听了那个 你就说我敢推 宝哥你以后在群里说话 你说什么都O 好 好 宝哥 你看我跟杨阳对话 杨阳今天晚上我们去吃火锅吧 随便吧 杨阳今天晚上我们去吃火锅吧 好 多可爱 哦 多可爱 你这俩家的同学们 是啊 但是随便吧你就会觉得说随便就是说你可以再选择点别的 对 语气的关系 你问我 晚上我们去吃火锅吧 随便吧 来啊下一题 有一个女生啊忽然间朋友圈设置成了仅三天可见 你们猜她发生了什么 A 这个女生可能突然间结交了一个异性好友 她想保持什么意外 好友应该打开啊 第二 觉得崇重心里忽然看到别人都三天 这个应该不至于 第三 她半夜忽然隐梦了 Emo了 人家叫 隐梦了 她半夜突然隐梦咧 第四 她发朋友圈过于平凡 又舍不得删除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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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 A A 雅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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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一梦 或者突然想关校朋友圈 或者是怎么样的 杨阳我就想问一下 哪个女人能以为半夜一梦了 起来关朋友圈 半夜一梦不是关朋友圈 还会发几条 对 那你要想一下 是女孩回答的问题 没有理性的东西 是女生回答的 我觉得那就是A搞不好 这样这样这样 我不知道 我虽然不答 但是我这么说一段话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影响 前四天的时候 我跟杨迪出去玩 发了一张 我跟杨迪两个人 毕业的照片 后来第三天的时候 我认识了马天宇 然后我就心想 天哪 他不会误会我和杨迪吧 我就赶紧 仅三天可见 好有道理 但是我发现 我朋友圈是 仅三天可见的人 你仔细想想 他的性格 不是那么外放和开朗的人 不一定 我就是仅三天可见 所以你不是 你怎么解释上了 我想相信我一下 好 相信你 我们现在已经临透了 好吗 我刚才上一题我就选对了 那上上题呢 行了 宝哥和马天宇 你们决定 天宇 相信我 又相信我了 相信我 相信我 在年轻人的领域里 我没有输过 马天宇 如果你看过节目的话 就不要相信我 相信我 相信我 我信你一次 信我一次 左边 左边 我信算了 你选什么人 你相信我 信我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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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B 选B 选B 什么玩意 不玩了 为什么要选B 你哪怕选个乙冒了也行 那我也选乙冒了 你要相信羊羊吗 C 我们C了 C吧 C吧相信他 差错的C 相信羊羊对吧 相信羊羊 C D 准备一起0 3 2 1 揭晓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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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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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